日本贵族的女孩子 自己从来不擦屁屁的 变完以后 屁屁是由侍女给擦的 一记红艳入宁乡 云与乌山再断藏 潜问汉宫 难得是 可怜飞燕 以新装 接说日本近代史 前半段也叫明治维新录 上回讲到薩摩藩的小女孩阿初 因为顶撞了藩主 倒进起兵 惹下他天大祸 第二天被单独叫进了城 日本的城和中国的城池 不是一个概念 一般的官员和老百姓都住在城外 日本的城池 其实呢 接近于欧洲的城堡 不像中国的城池 这个规模这么大 讲那个点就相当于中国的紫禁城 这个规模 是大明 也就是藩主办公和私人的生活 其他的官员和老百姓都住在城外 阿初被船内单独进城后 来到大厅等候藩主 过了不久 岛经骑兵来了 秉退周围所有人 只留阿初一人在厅里 你叫阿初吧 抬起头来 有罪在身 不敢抬头 不必拘谨 赦你无罪 诶 赦我无罪 那我不用死了吗 阿初抱着必死的决心 可谓是刹那间两世为人 谁说要你死了 小丫头自己闯了祸 还胡思乱想 就这么一句话 所有的罪都被免了 多谢藩主宽恕 今天找你来 是有别的事 大酒保历市 我派人调查了 的确是一个忠义之事 我以传令 让她官复原职 马上她就能和家人团约了 我这样的处理 你满意吧 小女子不知深浅 没大没小 多谢藩主宽宏海量 昨天你说和大酒保 不沾亲不带故 那你又是怎么认识她的呢 我是听小松带刀说的 小松经常说 大酒保是带中良 什么什么的 我看她非常为难 就想帮帮她 所以昨天才斗胆 冲撞藩主 这么说 你和小松带刀很熟吗 骑子很熟啊 我们从小一起读书 有共识啊 还经常下棋 她的这个棋啊 可臭了 让她三子都赢不了我 阿初呢 兴致勃勃的 说着说着 不禁露出了少女活泼可爱的笑脸 从小一起读书 萨摩帆的学堂是禁止女子进入的 你是在哪里读的书 我 我 我 阿初知道说漏了嘴 吱吱呜不敢瓦下说 恕你无罪 只管说来 就是清游学堂 我穿着弟弟的衣服 用弟弟的名语去学堂读书 这事只有小松带刀知道 他一直护着我 不让别人发现我是女孩 所以这次我也想帮帮他 冒充男孩去读书 太不像话了 阿初调皮的 吐了吐舌头 岛金起兵又问 今年你多大了 虚度十七年华 比小松带刀小一岁啊 如果是和平年间 你俩倒是天生一对 可惜啊 可惜 阿初不知道 岛金起兵为什么说可惜 这可惜里面是什么含义 岛金起兵走下大堂 来到阿初身边 转了一圈 上下打量 这个小姑娘被看得是毛骨悚了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看了许久 岛金起兵说 昨天你说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这可是出自你的真心 启禀大人 小女子 怎么想就是怎么说的 年幼无知 顶撞了大人 还请宿罪 如果我想让你去办一件事 这件事不仅关系到萨摩的新王 乃至整个日本的新王 你可愿意 大人是萨摩藩族 有事吩咐便是 小女子 理当 尽力为之 我还没说什么事呢 你就答应 你这鲁莽的性格可要改一改 我要你去做的这件事 常能办不到 但我看你可以去试一试 但是 这可能会让你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亲生父母 甚至献出你的生命 你是否愿意 不必急着回答 你好好想一想 再答复我 阿初 犹豫了 人之常情 自己的生命 可以不珍惜 可是听说 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阿初 犹豫了 犹豫了多久呢 整整四十秒 这四十秒 整个大堂上的气氛都凝固了 岛经骑兵 瞪着双眼 凝视着阿初 阿初 也瞪着双眼 看着番术 一老 一少 一男 一女 一样的气氛 从岛经骑兵的眼里 阿初看到的 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焦虑 名字为惊奇兵 日本是阴劫备出 岛经骑兵是个阴劫 阿初也是个阴劫 所以才会心心相应 四十秒过后 阿初 正式的岛经骑兵 吐出了二十四个字 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为国为民 万死不辞 粉身碎骨 无怨 无悔 十七岁的小姑娘 不容易啊 如果换成我啊 肯定是先想想 会不会真的让我去死啊 会不会让我去干什么危险的事情啊 会不会让这个反动派特务把我抓起来 然后毒打一顿 会不会就这样铲死在狱中啊 阿初 考虑着四十秒 就把自己的生命 托付给了 刀经骑兵 不愧为女中豪杰 这十六个字是阿初的誓言 也正是为了这十六个字 阿初将献出他的一生 这时候 有人进入大厅向岛经骑兵 禀报 说是阿初的父亲岛经中刚求见 来给阿初收尸 岛经骑兵 让人先把阿初带到别的房间 传岛经中刚来见 中刚进入大厅后 骑兵笑脸相迎 中刚啊 不必这么紧张 阿初我已设他无罪 你放心吧 多谢凡主 那什么时候我能带他回去 哎 这可不行 中刚啊 一家人就不必闹弯子 我看上阿初了 要把阿初留下 你没意见吧 啊 方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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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行啊 阿初是岛经家的人啊 同性同婚 有被祖上礼法 你可不能 拉阿初为妾啊 如果您需要测试 在下为您寻找 分件礼法 包括这个堂兄妹啊 同性是不能够结婚的 所以 红楼墨里面的贾宝玉 可以取林黛玉 也可以取薛宝钗 但是不可能取贾西村 日本的这个礼法 都是从中国带过去的 也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岛经骑兵啊 笑得腰都歪了 你想歪了 你想歪了 阿初是我的妹妹啊 嗯 这里解释一下啊 按照这个血统牌的话 这个阿初呢 的确是岛经骑兵的这个堂妹 虽然年年差了三十岁 但是按照这个血缘关系呢 两人是平辈的 我的意思啊 我想要收阿初为养女 不知你有没有意见 哪里敢有意见啊 分件社会 君要成死成不得不死啊 问你有没有意见 就是给你脸啊 不愿意也得说愿意 这个岛经骑兵啊 大喜第二天安排阿初和亲生父母 在城内会面 从此以后 阿初作为帆主的女儿 就要在路尔岛城的内宫生活了 这次会面 说是和亲生父母的永别 倒也不至于 但是今后要和父母见面 是难上加难 就这样 岛经骑兵 收了阿初为养女 赐名 独子 岛经独子 就是她的正式名字 名字为姓姓的老百姓 和普通武士家庭的女子 是没有正式的姓名 阿初只能算个鲁名 以后呢 就不再用了 成为岛经骑兵的养女后 地位上就是帆主的女儿 将来要和其他的大名 或者是她的子氏联姻 所以呢 就赐于正式的名字 叫做岛经独子 阿初一夜间更换门庭 从帆内一个武士分家的小女孩 摇身一变 变成了萨摩藩的大郡主 人们给她起的一个爱称 叫做赌鸡 成为萨摩大郡主的赌鸡 并没有享受任何荣华富贵 等待她的是严酷的训练 前面讲过 岛经骑兵 从京都带回一个老太婆 叫做鸡岛 就是作为赌鸡专职的教练 说是老太婆呢 其实也就四十来岁 训练什么呢 首先是武艺 作为武士家庭 尤其是一路大名的这个郡主 拿不出两手可是不行的 将来嫁到夫家 会被人歧视 武士家的女子 首先练习的武术是大刀 不是这个男子用的这个武士刀 是长柄的这个大砍刀 吕中叫做剃刀 这个字写出来呢 像是智鸡丁的智 加上一个草字头 念成剃 不是这个理发师用的这个剃的 相当于中国的这个长柄大砍刀 这个鸡岛别看四十多岁了 刀法兼奇啊 刷刷刷刷刷刷 大刀武起来如同血片一般 无论是严冬还是酷鼠 手把手交习 赌鸡的武艺 除了刀法以外 还练习射箭射击 在学武艺的同时呢 还要学习宫廷礼法 书中暗表 这个赌鸡啊 天生是好动不好劲 从小就女扮男装 和男孩子打打打打打 所以练武对赌鸡来说 不算什么苦菜 但是这个宫廷礼法啊 可以要了命了 就像空中翱翔的这个小鸟 突然啪一下 给你关到这个笼子里边 一旦练完武 换上宫廷的服装 就不能乱走乱动了 走路要走内八字 我们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 穿和服的日本女主啊 扭着这个小屁股 小脚步走路的样子 就是因为这个和服 下面这个裙摆啊 非常窄 一步只能跨出十厘米 如果像这个母老虎一样 一个肩步跨出去啊 你这个裙摆自己就把自己的脚锁住 肯定是摔一个大跟头 所以在宫廷里面穿上这种贵族的服装 不能够大步行走 哪怕是内级去厕所 也只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慢慢的挪 还有奇葩的事情啊 日本贵族女子上厕所时 有两个侍女在旁边啊 一直是盯着 刚进城的赌击啊 是非常不自在 你出宫的时候旁边两个人看着 这是什么滋味啊 但是这是宫廷的规矩 日本贵族女子上完厕所以后 自己是从来不擦屁屁的 有侍女用木片给你刮干净 日本要到这个明治维新以后啊 才使用这个厕所的手指 当时是用这个木片来刮的 就像这个音乐里面 这个亚舌头的这个木片 叫做侧臂 两个侍女呢 就是干这个活的 所以一直在旁边盯着 你这个变完以后 谁叫谁到 立刻帮你刮 不是我瞎编啊 网上查一查历史文档 就是这么记载的 日本贵族女子自己是从来不擦屁屁的 接下来呢 这个基岛还要给赌机上语文课 什么叫做语文课呢 看过日本历史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近代日本贵族在宫殿里面 使用的语言和庶民 也就是平民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称为是宫殿用语 不会这套东西啊 将来嫁到夫家 会被看成是粗野人 另外 这个撒摩地区的方言非常严重 京都和日本的贵族 向来把撒摩人看成是香巴佬 中国其实也一样 以前记得看过一个电视剧啊 说是一个富家子弟 看上一个美女 但是这个美女呢 一直都不开口说话 直到新婚之夜 进了洞房里以后才开口 一张嘴就是 我说老公啊 你看杂的模样 杂的咋的啦 这个新郎啊 当场被吓得是跌下床栏 后脑勺磕在这个 弹鱼罐上 立刻打119 洞房没入城啊 先是住院两个月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并不是启示某种方言啊 突然冒出来这个浓重的方言啊 有时候让人非常不适应 其实习惯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赌鸡啊 出生在萨摩 非常严重的萨摩方言 一看口就是 你看我咋的啦 就类似于这种腔调啊 所以这个鸡导啊 一字一句 给他纠正发音 有一次这个赌鸡啊 向鸡导发老手 为什么要我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啊 有时间还不如多读点书啊 这个赌鸡呢 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 这个鸡导说 老生也不知道 藩主把我从京都带回来 只吩咐我把这些宫廷的礼法 传授给郡主 老生猜测 藩主可能是想让郡主 和某个大明联姻 希望不要给萨摩丢脸 哦 这样啊 那父亲要把我嫁给哪路大明呢 这个老生可不知道 藩主也没有告诉我 赌鸡呢 就这样天天在城内出了恋舞 就是宫廷礼法 可把她给憋坏了 就像天空的小鸟啊 给你扣在笼子里啊 这个难受啊 赌鸡呢 实在忍不住了 有一次 亲自去问导金奇兵 父亲 自从女儿进了城 天天学这些宫廷礼法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天机不可泄露 到时候自然会告诉你 你每天做好你的功课 将来会有用 又过了一段日子 赌鸡又忍不住了 父亲 你要把女儿嫁给某路大明吗 能告诉我是谁吗 不要瞎猜 我安排的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 你要相信我一父 又过了一段日子 赌鸡还是别不住 第三次又去问 父亲 女儿实在受不了了 能不能不要学那些 凡手的宫廷礼法 阿独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 但是你说过 为了天下的信王 粉身碎骨 万死不辞 难道你忘了自己的誓言了吗 为父相信 你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难 希望阿独也要相信为父 天下信王匹夫有责 为国为民 万死不辞 粉身碎骨 无怨无愧 独即想起了自己的誓言 父亲放心 阿独不会违背誓言 阿独能坚持下去 不容易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 就为了一个信念 接受这样残酷的磨练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一眨眼 过了几个月 这一天 岛经骑兵把赌鸡叫到一间密室 父女两人 促膝而坐 阿独 这些日子你受苦了 为父今天 就要把重要的任务 托付给你 这件事 为父做不到 只有你能做到 父亲 女儿已经立下誓言 为国为民 万死不辞 岛经骑兵 这才要说出真相 小郡主进京 要掀起江户幕府的 波澜大浪 下回再演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